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共加三與俄羅斯的盟友關係 令印太局勢陷入緊張 這種背景下 習近平4月11日到站江的南部戰區海軍視察 言行都有罕見之處 南部戰區海軍就是以前的中共南海艦隊 前中共海軍司令部宗教姚誠對新唐人分析說 習近平歷年來很少落部隊 都是在北京接見機關的人員 這次到南海艦隊去接見官兵 非常少見 姚誠打聽到 現在南海艦隊握裝備握得非常緊 結合習近平到南海接見司以上幹部和機關人員來判斷 姚誠認為習近平的目的是上動菲律賓 他分析說 因為台灣動不了 共軍研討過很多次 打台灣勝算非常細 北京如果不想和美國直接開戰 但又要殺雞儆猴 阻止南海周邊諸國再進一步 和美國合作 就會選擇最靠近美國的菲律賓來落手 姚誠提到 中共外長秦剛定在 在4月21日至23日訪問菲律賓 秦剛此行不是改善中非關係 因為改善不了 他的目的就是去發出威脅 落最後通牒 你不要跟美國人搞這些 你搞這一套 就要打你了 是一種威脅 但亦有觀察人士認為習近平其實不敢動手 據中共官媒生華社報導 習近平在南部戰區 海軍機關 港話事提出 堅持從政治高度思考和處理軍事問題 堅定靈活開戰軍事鬥爭 提高及時妥善應對複雜情況的能力 堅決捍衛外國領土主權和海洋權益 努力維護周邊大局穩定 《明報》日前發表署名 孫家業的評論文章指 習近平以往視察軍隊 很少會說這種話 他這次對著南部戰區海軍說的這段話 實在值得回味 孫家業進一步分析說 習近平說 堅持從政治高度思考和處理軍事問題 意思就是告誡將領 不能只打仗 還要從外交和全局角度思考問題 南海南隊主要負責南海防務 與周邊國家及美日、歐澳等西方國家海軍打交道機會最多 張領如果沒有政治頭腦 可能會誤了大事 習近平要求軍事鬥爭既要堅定又要靈活 意思是能戰則戰 而退則退 習近平交代軍隊維護周邊大局穩定 這句話實在意味深詳 也解釋了到底什麼叫靈活的軍事鬥爭 習近平提出所謂的百年變局 又在出訪俄羅斯時叮囑普京一起促成百年變局 被認為釋放中俄結成邪惡俗心挑戰自由世界的信號 這亦令台海和南海局勢升溫 美國這一年多來密集在印太地區部署 促成日韓和解與菲律賓回歸 特別是菲律賓向美軍增開四個軍事基地 幫助美國將第一島鏈串亂在一起 其中一個軍事基地距離台灣只有400公里 令美國可以在台海和南海多方位反制中共 另外美國和菲律賓目前正在展開歷來最大規模軍事演習 不過也有不少學者提出 北京只是說一下中國經濟衰退 社會不安情緒與日俱增 專制體制就好像坐在火山口上 沒有民眾的支持 中共不敢與任何一個國家開戰 中美增鋒的作者董尼德 曾在去年8月台海出現危機時分析說 二十大後習近平最深的恐懼在於國內 包括中國經濟衰退和人口下降問題導致社會動盪 這些挑戰可能動搖到習近平和中共政權 在這種背景下 就算北京如何虛張聲勢 應該也不敢侵略台灣 因為習近平明白 美國一定會聯合印太盟友出手應對 自己一定是敗仗收場 而且輸了之後中國共產黨勢必隨之瓦解 結合專家學者的分析來看 習近平這次對南海艦隊 習近平這次對南海艦隊強調軍事鬥爭要靈活 以及要維護周邊大局穩定 可能有對內安撫 避免民族情緒動搖政權根基的目的 北京長峰醫院4月18日發生火災 官方通報29日罹難 悲劇發生後 長峰醫院與中共軍隊醫院的關係引起關注 戒免新聞19日披露 長峰醫院的醫院朋友圈 包括北京301醫院 302醫院 北京協和醫院 武警總院 空軍總院 解放軍總政治部機關醫院 上海第九人民醫院 第四軍醫大學 西安交大附屬醫院 四川大學華西臨床醫學院等 長峰醫院拼請了這些醫院的 多名專家定期講座 回診、手術演示等 報導稱 長峰醫院地址是北京市豐台區電廠路291號 和縣302醫院 亦是現在的中共軍隊總醫院第五醫學中心就隔一條馬路 長峰醫院的起源亦與中共軍醫院有關 1985年中共301醫院一派老教授勞專家組建成立了北京豐台長峰醫院 後來改名為北京長峰醫院 長峰醫院經常有軍醫院的醫生來助診 介面新聞報導透露 有多個患者曾經在社交媒體發布就診記錄說 他們在301醫院掛號後 醫生告訴他們 如果做手術住院的話 可以去長峰 我過去跟你做 電廠錦原小區一位居民 對中國新聞周康說 302醫院與長峰醫院的採超檢查 和PET檢查結果是互認的 雙方醫院互相轉移病人是常態 他介紹這種大型三甲醫院 會將長期住院的佔床患者轉到長峰 這種密切合作 令人聯想到中共最大的罪惡 通過軍隊系統 軍醫院進行器官買賣 例如中共軍隊302醫院 在全國定尖的肝病 肝移植醫院 公開資料顯示 長峰醫院與302醫院有密切合作 而且長峰醫院設有肝病中心 長峰醫院肝病科負責人 張鴻飛曾經是 原302醫院青少年 肝病診療與研究中心創建人 同首任主任 主任醫師張鴻飛也是中央保健局專家 長峰醫院官網顯示 長峰副院長羅定 曾任61623部隊醫院腎病科主任 轉移後長期從事腎移植手術後的顧問工作 對腎移植後的病發症進行後續治療 2019年羅定正式進入長峰醫院 擔任副院長兼腎病科主任 在微博上有網友分享 我記得好像一般器官移植手術後的患者 食礦牌醫藥物都去長峰醫院 北京長峰醫院還有一個值得關注的坐陳醫生 是北京大學人民醫院備尿外科主任醫師曲星柯 曲星柯擅長腎臟移植及移植後的腫瘤治療 他因涉嫌參與活習法輪功學員器官 被海外追查國際追查 現在曲星柯在長峰坐診的資料已刪除 上個月離世的原301醫院外科醫生蔣彥永 曾在2015年接受香港有線電視訪問時披露 中共軍隊醫院普遍存在先知移植 買賣死囚器官的違法行為 包括301醫院、北京軍區重醫院 但都設有器官移植中心 專做器官移植和買賣的違法勾檔 經濟效益很高 也是醫院和醫護人員灰色收入的主要來源 追查國際的調查報告更顯示 中共自江澤民時代開始 從事活摘法輪功學員器官販賣的罪行 近日在中國大陸多地出入境口岸的情況反映出 當局對公民出入境的防範更加變本加厲 廣東等地的出入境口岸再度加強對旅客的盤問 包括旅客身份、攜帶現金和貴重物品 上星期有多名維權人士打算在珠海口岸出境 受到攔截 有香港居民在深圳福田口岸出境時 被查出帶10萬元現金後被罰了2萬元 在廣東、深圳、珠海 這些中國最大的陸路出入境口岸 當局的邊防控制明顯提升 湖南和湖北多位維權人士向自由亞洲表示 近期他們試圖從深圳和珠海出境 但就被邊檢人員阻撓 理由是出境後可能危害國家安全 中南地區一位因為擔心個人安全 而不願意公開聲明的劉先生投訴 他上星期由珠海出境 打算在澳門前往馬來西亞 但就被邊防人員阻止 在個安檢的時候被他們攔截 並帶到辦公室進行盤問、搜身 還搜查了他的行李 他們說劉先生屬於不合適出境的人士 他與邊檢官員交涉才知道自己 被列入不准離開中國的黑名單 出境可能危害國家安全和利益 當局的電腦系統都有記錄 中共邊防人員後來通知劉先生家鄉的警局國保 才將他釋放 整個過程大約一個小時 還有湖北湖南和雲南多位維權人士說 他們即使申請護照也無法出境 不僅對維權人士 當局還在南方多個口岸 加強對出境者的身份核查 還加強對女客前財物品的檢查 這個月18日 一位由深圳福田口岸出境的香港女客 曾女士被海關人員檢查隨身物品 她拿了一個手提袋 海關人員說要檢查 她還看到一個不認識的女士被查到攜帶一些現金 海關的人數她帶多少錢 後來知道她帶10萬元就罰了2萬元 還被當局列入黑名單 曾女士說 與疫情前比較現在由上海深圳入境 旅客的行李都需要經過X光檢查 現在你入境查得都嚴 入境行李要過X光機 現在出入境都要嚴查 現金帶多了就要罰錢 經常出境中國的曾女士還說 中國邊境海關對出境的國民身份查得更嚴 如果由中國過關出境 查證件的時候會問你很多問題 有些人說去香港 他就問你會不會去其他地方 如果你由香港轉飛其他國家 他會問你去做什麼 還要拿你的相關文件 今年初開始 當局出入境部門 還將審查出入境人士的工作 交給基層派出所 在南京 有人在網上預訂出國機票 就有派出所警察 向當事人查詢出國的理由等細節 而同邊境嚴控呼應的是 近期幾千中國公民不顧風險 通過所謂的上線 經其他國家長途拔洩 偷渡美國 他們經過漫長艱苦的拉丁美洲穿越之旅 希望能夠逃出中國困境 尋求更好的生活機會 即使勞逃艱險 但是這些偷渡者 仍然抱著希望和信念 努力尋求更好的未來 這場具有爭議的偷渡潮 引起廣泛的社會關注和討論 美東時間上午9點半 史上最大火箭SpaceX的星艦 進行首次撕射 發射星空之後沒多久 SpaceX宣布 星艦和推進器不能分離 彭博社報導指 SpaceX的星艦和推進器 未能分離之後爆炸 雖然不知道今次試射的成本是多少 但是馬斯克早前曾經表示過 星艦飛船首次發射成本 大約30億美元 原本在18日就準備發射的星艦 因為技術原因 在最後倒數時刻 決定取消發射 這樣對於馬斯克發射火箭 眨眼就燒了30億美元 你又怎麼看呢? 下方是希望之星記者非真的採訪報導 美國財政部18日表示 為了在美中經濟過程中取得平衡 與北京就需要合作的全球議題展開合商 美國財政部長耶倫 將在20日發表自他上任以來 涵開層面最廣的重大演講 由於近年來美中關係越來越緊張 讓全球經濟的前景蒙上陰影 有報導指 也將在幾個月內出訪北京 亦因此20日這場演講顯得額外重要 對於美中經濟將如何發展 美中經濟有可能脫歐嗎? 台灣靜大國灣中心資源研究院 宋國成對希望之星記者表示 美中經濟要全面脫歐很難 因為脫歐其實是一個雙面因 在全球化格局下 經濟脫歐其實會相敵一千自選八百 宋國成說 美中之間一種戰略競爭的情況下 這樣經貿或經濟甚至包括貨幣 都會很明顯成為雙方一種戰略競爭的工具或武器 所以脫歐就成為一種戰略工具 或者是一種競爭的手段 我們務實點來看 從現在世界經濟的價格看 其實基本上很難做到 與中共的全面脫歐 因為從現實來說 中共它還是全球供應鏈一個主要的基地 它的市場確實很龐大 所以我認為它不是走向一個全面或徹底的脫歐 而是一種選擇性脫歐 也就是說好像晶片 還有軍工科技 或者是半導體 或其他重要一個戰略元件的輸出 採取一種脫歐式的禁止輸出的做法 18日被提名擔任白宮高層經濟職務的 賈里德·白恩斯坦表示 有一些證據表明 中共希望美元的國際儲備貨幣地位走弱 對此 宋國誠認為 中共想要以人民幣來代替美元 成為新的國際貨幣霸權 是一種金融無知的說法 因為一種貨幣要取得霸權地位 不是靠認為的操縱 或者是幾個國家的政治聯合就可以實現 而是需要依賴市場浮動之下 一種所謂的債信 或者是貨幣價值的儲備能力來建立 美元霸權就是基於美元具有 在流通性、信賴性、還有變異性 才形成一種國際信任的貨幣 宋國誠仲表示 虛美元化是中共外交策略的一種幻想 刻意製造的一種偽命題 不足以來形容當前國際金融的實際交易情況 他提出一個簡單、直接的證據來阻證 從2019年一直到今年2023年 全世界排名前五大交易支付的貨幣當中 無論就它的幣值和它的流動性來看 美元依然是獨佔牛頭 但是今年一月的統計 人民幣在全球的交易量也只不過達到1.3% 而西方的貨幣包括美元、歐元、英鎊、還有日元、加拿大元 這五種貨幣交易的總額 已經超過了全世界的貨幣交易總量的90% 所以說要人民幣去撼動美元的地位 我覺得這只是處於一種中共的外交策略 或者說是一種幻想 多謝收聽這節的今日新聞再會 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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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결